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旗团旗下高端执品牌好程序 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的支点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RDD的两种创建方式 RDD的编程API Transformation算子介绍 Axion算子介绍 那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型的QO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会有老师给大家讲解和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好,同学们开始我们这一节课的学习 那这节课呢我们主要学习如何创建RDD 那在这里呢提供两种方式教给大家 一种呢是从集合中创建RDD 一般呢这种方式呢是我们一般的模拟数据 我们来测试一些算子前使用的 另外一种呢就是从外部的存储设备中读取RDD 例如从我们的HDFS或者是其他方向读取的文件 然后来进行计算 那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来做一下 首先第一个先打开我们的ID创建一个工程 好,那在这里啊我们创建一个新工程 那选中Maven 然后Nest的下一步 在这里我们起个名字吧 我们就COME.GoodProgrammer 然后呢我们就叫做Coreader 实际上ITRDD 好,接下来Nest直接Finish啊 直接Finish 创建完成之后呢在这里我们需要在POW的位置呢 导入我们的当前所使用的一些架包啊 这个架包呢这个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视频中所提供的架包啊 都是一样的啊 这个位置可以粘贴之前的也是一样的 这里我就直接粘贴了啊 我直接粘贴了 那主要的呢是要我们当前那个Core啊 和这个HDFS的位置 包括当前那个Library的位置啊 然后做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件事 因为咱们编写的是Scalar程序 所以呢需要在Main下面的Java呢 给它进行一个重命名 修改成什么呢 Scalar S-C 这个S-C-L-A Scalar啊 好了 那么直接导完之后呢 将当前程序进行导入 OK 此时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编程了 首先呢咱里第一个呢 我们先用一个新的Scalar Class 但是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创建新工程的话 需要注意 我们需要首度导入Scalar的SDK 在这里我们这个位置没有 所以怎么办呢 选中当前工程 单击鼠标键 有一个Open Mode Settings 我们只要选中它 选中完之后呢 在下面的Library这个位置选中 然后点加号 然后选中Scalar SDK选中之后 我们呢会选中自己在系统中 所安装的那个Scalar SDK 然后点OK 点OK 再点OK 那OK 我们当前的Scalar SDK就导入进来了 导入进来之后 那接下来在Scalar Pro下呢 我们用一个新的Scalar Class 然后我们选择Object 可以进行执行 那接下来呢 那这里我们来创立一个程序 就叫做CreateRDDDemo 然后OK一下 那接下来呢 这里我们来书写当前Scalar程序 首先Man入口方法 首先在书写Scalar程序之前呢 那我们需要做两天下 第一那进行配置啊 也就是说充电我们的Comp对象 这里VLConf等于6一个SparkConf 然后在这里也进行设置啊 首先第一个 我需要设置一下当前我APP的名字 那么名字呢 咱们就跟类名相同即可 然后接下来第二点下 我们来设置另外一个模式 我们SightMaster 我们设置为本地啊 然后设置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创建当前Spark Contest对象 对Spark进行编程 所以创建 所以接下来这里VLSC 等于6一个SparkContest 然后将当年的Comp配置信息传入进去 那此时SparkContest的对象就创建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这里我们呢可以进行一个创建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使用当前MakeRDD呢 来创建当前的这个RDD 也就是说里面自带的第一个方法啊 那通过 Make 来创建RDD 所以此时呢 暂停非常简单 VL啊 这个我们来一下啊 VL 这个RDD1啊 RDD1 等于SC.MakeRDD 然后呢 我们只参数传什么呢 我们参数只需要传一个当前集合即可啊 后边呢是一个克里化 它会进行演示的转化 传集合就行了 那这个集合呢 一般来说呢 大家可以看到参数是一个Secret 那这里Secret下呢 有什么List之类的 传RDD也可以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只需要将当前一个集合往这里放 例如一个宿主 我传 一二三四 那此时 它就会帮助我生成一个RDD进行返回 这位大家也看到啊 我把它的返回值内存给大家接出来 那这里大家就看到啊 此时我们就会通过一个集合转变成一个RDD了啊 那是这是第一种方式啊 MakeRDD第一种方式 除此之外呢 这里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Package啊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啊 那这里它呢 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创建啊 也是通过啊 这个P-R-R-L-R-E-I-L-Z-E啊 来创建 那怎么做呢 也非常简单 通过S-C.P 然后传入的呢 也是一个集合啊 我们Array啊 A-R-A-Y Array 小话这里 一二 三四啊 那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将一个集合呢 转变成一个我们想想要的一个RDD了啊 同学们啊 就可以转变成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RDD了 那这是两种创建模拟数据 想要所使用的一种方式啊 就是将我们的集合 创建成我们想要的一个RDD 那这种方式呢 多用于来我们模拟 例如讲一些算子的时候 给大家来看一下数据啊 那除了这两种读体方式之外呢 那还有一种 就是另外一种啊 就是第二种 那第二种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外部啊 这个路径呢 可以给本地路径 那么本地路径啊 路径 那也可以给什么呢 也可以给我们呢 这个HDFS路径 都可以啊 对吧 这个位置可以传一个本地路径 可以也可以给HDFS路径 那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外部将数据读起来 转成了一个文件 然后对文件进行操作 那上面呢 就是两种创建RDD的方式 那OK这期课